图片大消息 如果斯图家特性赛季能够获得的欧冠资格 最终世界冠军帕瓦尔的解决金条款将会失效 此前德梅表示 帕瓦尔半人已经与班人达成了加盟协议 如果惊吓不离队 班人将会在明年夏天向斯图加特支付3500万欧的解决金 将法国后卫带到慕尼黑 不过图片报表示 这项转会还存在着变数 如果先再寄斯图加特获得欧冠资格 帕瓦尔的解决金条款将会失效 那时如果班人还想要引进帕瓦尔 就必须与斯图加特重新商量转会费 目前斯图加特内部不认为球队会在新赛季获得欧冠资格 上赛季因为法兰克福获得德国杯冠军 斯图加特无缘欧战资格 帕瓦尔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上要现出色 随对获得冠军 此前德国媒体透露 班人在世界杯期间就已经联系帕瓦尔 并且已经达成了加盟协议 斯科足球Fit&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